有人会问说牧师 如果说已经透过祷告 灵修 异梦 异象提醒我 我都没有听到 我没有听准 神是不是还是一样会祝福我 还是不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答案是否定的 没错 你晓得为什么吗 我们先讲一个小故事 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故事 也算是一个笑话 发生了大水 然后有一个基督徒 他就站在他家的屋顶 他可能是一个独立的house 然后他爬到屋顶 然后水已经淹到他的膝盖了 然后就有一个人划着小船过来 然后救他 你要不要上船 他说没关系 我是基督徒 我祷告 神会救我的 那个人想笑 然后就划走了 后来就来了一台快艇 救难快艇 先生 水已经到你腰部了 你赶快上船 这样很危险 他说我是基督徒 没有关系 我祷告 神会救我的 然后呢 然后那个人就走了 想 这个人怎么办啊 天哪 好 然后呢 第三次一个直升机来 丢下了那个救难的绳索 还有一个救难人员说 我要跳下来接你 他说 然后你现在水已经到这里了 你赶快 不然你会死 他说 没关系 我是基督徒 我祷告 神会救我的 后来神真的救他了 直接救他去天堂 就是他死了 好 OK 然后他在天堂就怪上帝 上帝 你为什么都没有救我 上帝说 我就已经派了三个人去救你 你为什么 而且在发生水灾之前 我就用一梦一项 还有各样事情提醒你 你都听不懂 现在发生事情 我也派人去救你 最后你不行 你都不愿意被救 我只好直接把你带来这里 不然你要怎样 神要不要救你 有嘛 但是是不是照你的想法救 你是不是一定要 天空出现一只大手 把你从水里捞起来 像鲸鱼一样 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我说的是 你去夜市捞的鲸鱼 不是这样 上帝有他的规则 好 这是以赛卡书 30章15到16节 我们请念 主说 你们得救 在乎归毁安息 你们得力 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却说 我们要骑马奔走 所以追赶你们的 也必飞快 好 OK 这是以赛卡书 是旧约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要有一点小心 但是你去看他整个状况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是用一个 很恩典的角度去看的 好 简单说 主对他们 那个时候的特定的人说 你们如果想要得救 你们就好好安息 不要乱动 你们想要得力 你就给我平静安稳 可是你们却说 我们要骑马奔走 我们要继续拼 我们要怎样 所以这个时候 追赶你们的 也必飞快 意思是什么 有些时候神会引导我们 神要你安息 神要你不要再做 然后你还是做 神都已经跟你讲了 你还是硬要 用你的方式的时候 你就会很惨 就会很辛苦 因为神知道那整个状况 他会对我们说话 神都对我们说 有些人有听到 我不愿意做 有些人根本没听见 神会一次两次说 但是说到后来 他还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 好 诗篇三十二篇八到九节请念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 劝诫你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 比用绝环配头乐住他 不然就不仁驯服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事实上 还是有所谓 神认为当行的路 然后神定睛在我们身上 劝诫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像无知的罗马 在绝环配头上面 一定要装 有没有骑过马 没有骑过马 也看过电影吧 对不对 就是要装一个东西 然后拉 对不对 好 就是说神希望我们是那种 乖乖的 然后你就跟你讲干嘛 你就干嘛 而不要装上这些东西 一定要勒住你 不然你不顺服 就是说我们需要让神 在我们生命中知道 可是我再强调一件事 就算你不做这些事 神还是爱你 就像刚才那个故事 就算神一开始 叫他在大水之前逃走 他不逃走 神派了三个人去救他 他还是不被救 最后神还是爱他 带他去天堂的 他不会因为这样子 失去救恩 无论如何 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 神也赦免过去 现在未来一切的罪 但是你会在这世上吃苦 因为神说你不要 要带上那些东西 拉住你 勒住你 才要顺服 神希望我们学会 他的语言 最基本最基本的是 我们去建立个人的灵修关系 然后与他同行 然后在那里头 透过读经祷告 听讲到还有 异梦跟异象 可是有些时候 因为我们生活实在太忙碌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平静安稳归回安息 所以你听不清楚 你看不准 所以这个时候 还有一条 就是跟你 你意志最少的那个 叫做异梦 一直梦了 也没有写下来 写下来也没有办法 把自己解开 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写很多梦 来给 像他牧师说 请他姐 抱歉 没有办法 对不起 我们实在太多了 网络上几万个人写来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这样的服事 所以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鱼吃 我们有教你钓鱼 请在网络上看 像他牧师 你把它剪成短篇 有告诉你怎么解梦 然后让神对你说话 但是我跟你说 就算你没弄好 神的心意还是祝福跟帮助 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不要受苦 不要去装这些东西 遇到那些难处难过的部分 好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请练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OK 就算你真的 一直听不懂 但是神还是要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什么叫爱神 有了主的命令 有遵守之人就是爱他的 什么是主的命令 什么是做成主的功 什么叫主的命令 就是信耶稣 最基本的爱神 最核心的爱神 就是信耶稣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爱神的人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应许里头 我们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我们得益处 对 但是我也鼓励你 全方位的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 尽可能的寻求神 但是当然不是说我今天中午到底要吃卤肉饭 还是排骨饭 我跟你讲你怎么寻求 我们中午定的都是烤肉饭 你怎么祷告都不会改变的 你直接拉着欲君传道讲还比较有机会 没有啦来不及了他应该已经定了 好OK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神还是可以让事情改变来帮助你 但是你得吃一些苦 万事互相效力 你可能跌了一大胶之后学会谦卑 神不想要你跌那个胶的 我们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 受到一个蛮大的痛之后学会一个东西 可是最少学会了 有些人受了一个很大的痛之后 忘掉的痛苦 忘掉的经验继续在犯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懂得被神管教 因为主所爱的主必管教 但是并不是说 好像所以我只要一点没听到 我就会死得很惨 神会一直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 可是你要去感受一下 就算你常常会看到 我生命中怎么有一样的pattern 一样的那个循环 一直就是这样 一直就是这样 我总是不断的被骗 或是我总是不断的信任错误的人 或是我总是不断的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 你要去寻求神的心意 不要一直一直一直的陷在那里头 好 以赛亚书30章18到20节请念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上帝是等候想要施恩给我们的 可是你会觉得那你就直接施恩给我 干嘛还要等候 他要你到那个点 在那个地方祝福你 在那个时间点祝福你 在那个生命的器皿的那个位置祝福你 他当然有一些祝福不用等候的 有一些祝福可以直接给你 他早就给你 问你你的小孩如果现在八岁 他跟你要一台跑车 你会给他吗 当然不会啊 好他18岁 他刚考到驾照 他跟你要一台跑车 你会给他吗 不会啊 先从二手车开始啊 对不对 好OK 他28岁了 然后呢 他的表现各样都很好 他也自我管理很好 你会给他吗 也不会啊 老子都没有 凭什么你有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对不对 有可能你看状况了 对不对 好可是呢 也许你现在经济状况都很好 对不对 我说老子是因为你是他爸 所以这不是脏话 了解吗 好OK 也许他38岁 你也真的都很OK 然后他也赚到 他也养得起 你经济很好 你就送他一台跑车 为什么不行 对不对 所以啊 上帝会在对的时候 我们生命可以承受 那个祝福的时候 来给我们更大的恩典 可是我问你 跑车没有 你小孩八岁的时候 没有饭吃 有吗 18岁有没有饭吃 28岁有没有饭吃 当然了 38岁总要请你吃饭了吧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他是一个 有些事情必须 等候才能食恩 有些事情就是 无论如何 就是无条件的恩典 但是如果你想要得到 那个属于你特别的 你要跟神一起 一起同工 OK 但是无论如何 神的心意都是祝福 你都是爱 好 主虽然艰难给你当饼 困苦给你当水 虽然你可能经历到一些艰难 遇到一些困苦 而且你感觉好像是主给你 从某些角度你可以这样说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也同管这一切 某一些事情你没做好 就算你是基督徒 你还是会碰壁 你还是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基督徒你每天上班迟到 你还是会被fire的 但是你被fire的神 神还是爱你 然后他还会帮助你 但是你就会艰难跟困苦 对不对 好 你是基督徒 你还是 你不好好做好你的工作 每天只是祷告 上班偷看圣经 上班一直看圣经 还是会被fire的 真的真的真的 上班就好好上班 圣经回家再看 当然上班 如果中间有空闲时间 你们老板不介意 当然也可以看 OK好 看你们老板 OK好 所以但是无论艰难困苦 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神要继续教导你 你要看见你的教师 你要在异象异梦里面 去看见神在教导你 然后之后结果会是什么 请看下一页 以赛亚书30章21节请念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你无论想要 你在寻求 我要向左还是向右 这个时候 当你懂得被神教导 后面有一个声音会对你说 左边或是右边 这是正路 你要行在其间 你会懂得如何做正确的选择 这并不容易 很多人说 牧师我寻求了 我寻求 神都没告诉我啊 其实是你不懂他的语言 牧师我英文已经学了两天了 为什么还是不会跟外国人讲话 你学两天就想要跟外国人讲话 对不对 它是一个语言 你要懂得 但是我问你 神有他的语言 一梦一项这些图像是他的语言 这样好了 你比如说你英文有考到英文检定 日本有考到日本检定 你在公司可能就因此有证兆的加薪 对不对 所以你要达到一个水平 对不对 那上帝有上帝语言的检定 你要不要训练到你听得懂他的声音 这何止加薪 一辈子受用 你要懂得操练你个人跟神的关系 然后听懂神的心意 然后去经历那个 或向左或向右 神要告诉你 这是真路 要行在其间 愿上帝祝福 серию 比ortun 工作 要 kah 如果 那么 哦 的话 atk 我想 滴 terrified